三次讲到如何用恩典激励和推动人 然后我们会继续讲到圣灵充满 如何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以及整个生命如何提升 与神的关系建立 然后如何被神使用 逐步训练各方面的事奉训练 为什么我这么强调用恩典推动人 激励人去遵从神去爱神 因为很多人是很自然地在律法之下生活 很多时候在压力之下 或者别人吹逼自己 或者自己吹逼自己 或者自己批判自己 我做得不够好 于是变成一种有压力的状况之下 去侍奉神或者去遵从神 这样的动力是不会很久的 正如一个人在婚姻上 他经常说我要做家务 我要做这种我要做那种 这样的时候他长时间 他一定会在压力之下 就变成了他不是享受做 也都在过程他不会做得开心的 神是想我们活得开心 以及侍奉得开心的 好了 这次我们就第一个讲到 就是激励人去处理生命各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刻意处理生命 就是他们生命里面很多破口 比如说被人影响 情绪 想一些负面的东西 很多时候很自然地 他思想就是想一些问题 其实我自己都会 不过我知道这些是不好的东西 于是我一想 我立刻就告诉自己 你想想这些是没有作用的 我会处理 就是我会想想怎样处理 但是我想了之后 我就会放手 就是我已经想了怎样处理 我就会放手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 曾经找我去帮他们处理生命 他们都说 哎呦很烦恼 很不开心 很多困难 其实神是一定帮助的 但是神的帮助 很多时候人就说 他不是立刻帮我 那为什么神不是立刻帮我呢 因为我们需要学习 顺服和处理 我们需要学习 在困难中 继续倚靠神 在困难中 继续如何处理我们的内心 因为问题不是在于 只是解决了那件事 比如说有个人骂你 那有些人就希望 神将这个人脱去 这个人呢 比如他在做工对我不好 神最好解决了这个人 这个人以后不再出现 那我就没问题了 那我家中有哪个不好的人 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眼前 那我就会没问题 但是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世上总是满有很多不好的人 是我们必定学习 这些罪人仍然存在 困难仍然存在 我依然有平安喜乐 就是我是选择每一天 都活在平安喜乐之中 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那不是很不自然 很大压力 经常都要叫自己不要做 当他觉得是一种压力的时候 他就是压力了 但是他觉得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的发挥 我可以生命提升 当我主理生命 我就可以活得开心 如果我不主理生命 我的生命就有很多问题 这样的时候 他就不同了 他就说 我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个个生命都很宝贵 你跟隔壁的人告诉他 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你告诉他 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希望大家都跟自己说 我的生命是很宝贵 是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很宝贵 所以我一定要处理垃圾 人很多事 就被人或事影响 所以又破口了 而当我们处理生命 就帮助我们重臣得力 清理所有负面的影响 但这件事 因为人从小到大都惯了被影响 所以是不容易的 《约翰》十章十节 有经文可以一起读一下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神耶稣来到是想我们活得丰盛 个个都活得平安喜乐 你想想如果有初期教会基督徒 全部都是充满喜乐平安 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我相信大家认识很多基督徒 他是挂名基督徒 他说是基督徒 他又回教会 但他很容易发脾气 他很烦恼 甚至有情绪问题 甚至要吃精神药 甚至他跟人相处 很容易伤害人 很多方面都有问题 这样的时候 他根本完全不是封诚生命 所以那些人就说 他信耶稣和我不信耶稣都差不多 我比你更好 我份高更稳定 你经常被人踩的鱼 当然基督徒都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神是想我们活得丰盛 但是往往很多基督徒 是活得很残 很借 就不是活出神这种丰盛 神是想我们天天活得起落平安 依靠神 当我们依靠神 神就起悦 神就起悦 祂自然就会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在一切的困难中 我们都学习依靠 好像我自己这样 大家听到我说 上个星期我发现 我声底有一粒小的血泡 很多人听到就会说 他会很自然 哇 是不是神惩罚你啊 是魔鬼攻击你啊 很多人就会用这些说话 没有人跟我这么说 我只是说有些人会这么说 但是我就说 我总于依靠神 神总有出路的 那又多谢大家的爱心的讨告 还有也有人为我按摩 做了些姜水我喝 又有不同的人介绍我 有些方法是有好的帮助 那我很感谢神 我这两天是很明显进步了 这个就是我经历过困难 但我困难就不会说 死了死了死了 哎呀怎么办呀死了 我不会这样想的 我只是说 神总有出路 在这个过程我只是依靠祂 我不是要被祂打倒 在这个过程我并没有在那里 哎呀惨了 我依靠神都这么惨的 不会这样想的 我只是说 神一定有祂的美意的 那我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会得丰盛 我但是想大家去想想想 你有了困难是不是会这样呢 我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困难 因为事实上呢 我每个礼拜都有说到 除了星期日 我还有平日有些的训练是未来的 有些有神学与请我去教 是未来的课程 当时我都觉得怎么办呢 那我有想过 我跟他们谈过了 如果真的最差最差 延迟行不行呢 他们都说可以的 但是那个过程中 我会不会有时想想怎么办呢 我又想的 但是我立刻就说 神总是知道 神掌权的 所以我就选择不被影响 那我都希望大家从 我身上看到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受到影响 我不会立刻说 哎呀很惨 而是我立刻说 神一定有出路的 我们一定有封城的生命的 而当我们不处理生命 后果很严重 当我们处理生命是很有益处的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敷肝 当我们日日开心的人 那人就会真是良药来的 医治我们的身体 身体也都会康复得这么快 但如果忧伤的灵使骨敷肝 那人就会很借了 当我们平安喜乐的时候 就会有力量 能够面对一切的困难 都不被打倒 所以处理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发觉你是活得不开心 并且你发的梦是恶梦 发的梦是很烦恼的 这样的时候 你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其实我和很多年前 发的梦是完全不同的 我以前发的梦是很怪异 很危险的 是很多奇形怪状的危险的事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炒鲁 很多面对的人的问题 当时我不懂得处理 以致我当时是发恶梦的 但我现在发的梦是平安兴省的 是很大的对比 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 显示在我们的梦境里面 诗篇118篇第六节 这句金句我希望大家记得 一起读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就是任何的人 他不能够弄到我 他不能够搞到我 他不能够伤害到我 因为有耶和华帮助我 神一定帮助我 神性过人 所以神能够保护 他是任何的人 他不能够拦阻我们 如果你的老板对你不好 神知道的 神会要是为你预备另一份工 或者在这份工里面 你依然可以得胜 你不让他影响 而你有一个好的见证 你的家人有问题 其实我真的面对过 很多家人的问题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 我是更加成长 我更加学习 不受人影响 以致我学到怎样呢 有人对着我说负面的说话 我可以看着他的眼睛 我一点心里面都不生气 我说这是他的问题 不要紧的 我一样用柔和的说话对他 不需要发脾气 是我很多次所经历的事情 为什么呢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不用害怕的 所以没有人能够害我 我就可以完全不怕 这个就是处理生命 在神里面平稳安静 其实圣经有不同的例子 给我们看到 譬如药室被他这个歌出唤 应该是会很害怕 很埋怨 但是他去到埃及的时候 他很快学到埃及人的话 并且被他的主人重用 提升到管家 很难以想像一个外国人 去到这么快会做到这件事 就是因为他处理生命的 他不是天天一直自怨自艾 为什么会这样呢 甚至有些人自怨自艾之外 还会埋怨神 神啊你没有帮我 为什么你不帮我 为什么你不帮我 为什么我这么惨 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继续依靠神 神就为他开牢 神就使用他 但以你去到巴比伦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很惨 他跟从不了 很难跟从以色列地方 他们的食物的规条 但是他决定一定要跟从 王吩咐人要他吃他们当地的东西 但是他就说 我只要吃清淡的东西 结果那个管家 那个管理的人 就容许他这么做 结果他是吃清淡的东西 而有健康的 当时有人攻击他 后来就说 如果祈祷 这个人就要扔在狮子坑里面 但是他照样祈祷 将他扔到狮子坑 神居然叫那些狮子 是不咬他的 所以有一天 如果我们被人扔到狮子坑 坑或者蛇坑 你会说神 求你保守 你能够有能力 如果真的蛇咬我 我就上天堂了 如果不咬我 我就彰显神的荣耀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最差最差的事发生 我们就上天堂了 不是的时候 神保守我 在世上我就什么人 什么事我都不怕 所以有耶稣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用怕 人能把我把我扔到狮子 人能把我扔到狮子 有什么事发生 我不用怕 这样的时候你就得胜 但是这个过程 有时不是那么一下子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入了潜意识 因为潜意识害人 潜意识害人 害人害怕事情发生很惨 我记得以前我看的那些电影 我先看看那个叫什么名字 白宴 还有可能大家都说 有时我看到一些这样的电影 有个男明星 他专做那些坏 就是不听话的人 他样子是很漂亮的 墨基 墨基 小小孩 不是墨基 他不是做得很差的那些 他的故事就说到他又 或者赌钱什么都做都不好 那个电影结果又如何呢 总之很多很多不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 我看那些电影 就会投射的 不知道会不会这些事发生 那种感觉 我不是只是想 我没有想的 看到那些人 很惨了 完全没有工作 家庭又破裂 心里面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看到一些很惨很惨的人的生命 就觉得 这些事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这些都是入了潜意识 因为怕这些事会发生 那我自己就一直处理 一直告诉自己 神一定为我开路 神一定为我祝福 在我生命中一定是 我听神的话 神一定在我生命中 荣耀他自己的生命 当然我需要处理生命 我不是说天天都不亲近神 没有从神得力 只是看着那些问题 这样的时候 神不会祝福到的 祂不能够祝福到的 但是当我们经常都是倚靠神 感谢神 赞美神 尊重神 荣耀神的时候 神一定会将我们提升的 所以这个处理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时候神起越来 祂就会将你的生命提升 以致我有时见到一些很贫穷的人 其实我在宣教有些很惨的地方 去过一些国家 50岁的人已经整个老庸 比我老很多 那个样子老很多 因为他们当地的环境很差 当我见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心闭 但我不会觉得 有一天这些事在我身上发生 我只是说神一定会保守 神一定会祝福的 我听神的话 神一定会祝福 我希望大家捉住这些影响 我听神的话 神一定会祝福的 那我就决意 不让这些影响 不让情绪影响 当我留意大家 每一个人不同的 你被什么影响 你被某些家人影响你的 其实影响你的家人 比你更惨 他被人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你 他比你更惨 为什么你因为他的态度 或者他的表情 你就觉得 死了死了 我很惨了 我应该说 他还在被罪的控制之下 其实他很惨的 其实我要可怜他 我要怜悯他 我要为他祈祷 就不是觉得 他很厉害 他一踩下来 我顶不住了 而是我们比他聪明 我们有神喜悦的 我们是蒙神喜悦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任何人 他多差都好 我都不受他影响 就算人用不好的眼光 看我们 有什么所谓 因为神喜悦我 神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不重要的 他不能够拆毁神做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会平稳安静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都可以应用一下 你能不能够应用到 这些圣经的真理 不受人影响 不受你过去影响 以至你天天都可以平安轻松呢 诗篇37篇第7节 你当勿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 心怀不平 当指着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至作恶 就是我们勿然依靠神 神是一定帮助我的 耐性的等候他 不要因为那些道路通达 和恶谋成就的人 心怀不平 为什么他这么不听话 为什么他这么差 为什么他会这么顺利 我们不需要因为他而烦恼 和不开心的 不用他激气 为什么神不报应他们 为什么神不懲罚他们 神一定会的 迟早一定会的 我们其实祈祷 希望神不要报应他 神拯救他 改变他 赐给他悔改的心 我们的心首先 不要心怀不平 心怀不平 我们就改变不到他 我们激气 我们就改变不到他 但是当我们平稳安静 我们就可以逐渐 逐渐引到他 指着怒气 离气 愤怒 我们不需要发怒的 除了你怒气 就不是压抑 比如你生气的人 你就 我不能生气 强硬顶住 其实不是一个好方法 而是我不需要生气 我生气并对我没有益处 反而我轻松起落 我还不受影响 太极拳 就是四两拨千斤 意思是什么呢 你用多大力都好 一拨拨开 一拳打过来 一拨拨开 它多重都好 我四两就可以将它拨开 观念就是说 当人骂我们的时候 那种言语或者他的态度有多差都好 我就说不要紧要的 他怎样骂我 我看着他 一点都不要紧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求主帮助大家能够学到这种东西 就是说 我们所信的神是如全掌权 他不能够 人不能够拿走我的美好的东西 我听神说 神一定祝福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激气 就不会压抑我的怒气 以后我化解这种怒气 我不需要发生 我为什么需要发生呢 这个人 如果他痴线好骂我们 我们能够放手 如果痴线好骂我们 我们一会儿就会忘记了 因为他痴线了 我们不会一直介意的 但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骂我们 我们这么介意 因为我觉得他很正常 我们觉得他正常人 为什么这么骂我们 很不公平 很多时候人们就会觉得 几种感觉 委屈 真的很惨 他真的很不公平 或者另一种感觉就是不公平 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 但是我们就会说 神会给我更好的东西 神会给我更好的东西 我也因为圣灵充满曾经被不同的人拒绝 但是神为我开更大的路 我是更加感恩 我觉得神开的路更加大 就是比我支持的路更加大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 有人将我有的东西拿走 而我觉得神为我开更大的路 祝福更多人 所以我求祂帮助我们 接受人都是有罪的 每个人都有罪 所以他会伤害我 不要紧要的 我不放在心上 我不介意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时候 有人说我们 我们不是说他是神经病的 我们说知道他是罪人 罪人就会伤害人 所以我不需要继续想罪人 说过的事 他罵了我的事 不会实现的 我不放在心上 就不会实现的 好了 五赤先键所说的 就是说到处理生命 大家都可以想想 你应不应用到呢 就是说有人伤害你 或者以前的潜意识 伤害了 受落了一些伤害 譬如觉得 就是我去回这一点 再应用一下 譬如说你从小到大 都是被人看小的 经常觉得自己不聪明 读书不聪明 做事不聪明 没有人喜欢你 没有人体重你 就是我们可能 有了这些潜意识在里面 如果这些东西在里面 也都会影响我们的 我们就会没有胆量 其实我是一个 我以前和现在 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以前好像犹疑不决 很多东西应该做 我不敢做 还有应该说的时候 我不敢说 有些人明明问我一些问题 但问我的问题 是有些质问的意思 但我不敢出声 是我信耶稣之后都是这样 我不够胆量 正常的沟通我可以 但当那些人一质问我 我就会定了形 这个都是在里面有一种惧怕 有些权威的人跟我说话的时候 负面的说话的时候 我就会不够胆跟他说 但是当我知道 一直深信神体重我们 我们听神话神体重我们 我就可以问他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呢 我有什么可以改善呢 我问他有什么改善 不代表我一定很差 我只是等他说给我听 我怎么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问他 为什么你会这样跟我说话呢 这样的时候 我是有胆量面对任何的攻击 而不让他吓我 任何的困难都好 我心里总是说 神一定为我开路 神一定祝福 希望大家都深信这件事 我们听神话必定蒙福的 好了 接着第二点 我先说到激励人处理生命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很多礼物给你的 神很想叫你的生命封城 但是很多教徒没有领受这些礼物 就活得很惨 那你想不想活得封城呢 你想不想继续被人伤害 因为你继续是有信心的 或者有些人说 是个环境 我觉得前路是很迷茫 我没有信心 那圣经就说 我们先求神的国 跟他以这世 加给我们 神就会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东西 总之我们听神的话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听见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他一定为我预备美好的东西 于是我就不需要担心我的前路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生命提升 不要告诉自己我没用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告诉自己 我生命还有很多发挥的地方 有些人总是觉得 我的命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 我只能够做到这样的工作 我只能够在家里就是这样 我的人生命就是这样 有烦恼的 我总是不能够提升的 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 大大的给神使用 这个是神的计划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生命可以提升 我不需要被任何人影响的 第二点 激励人对付罪和活在圣结中 很多人就觉得 要人悔改 很多人用的方法都是用强烈的控诉 指责 就是说你犯罪一定要真心悔改 这个是对的 没错的 不过我们不只是用指责 来叫人去遵从神 去活在圣结之中 我们需要被人知道 罪比癌症更加恐怖 但活在神的圣结是美丽和有福的 一方面有恩典 另一方面有律法 《尔座书6章3节》 讲到这一类的天使叫撒拉佛 我们一起读 彼此呼喊说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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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之夜话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神的荣耀是非常之美丽 神的圣结是非常之美丽的 神的圣结 以至在契舌老讲到 神的荣光充满圣殿 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 包括这些撒拉佛天使 他们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遮臉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非常 然后他不断地 圣灾万军之夜话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神创造他们 就是不断地在宣告 在神面前 不断地敬拜 不断地宣告 神的荣美是非常之美丽 神的圣结很美丽 相对于人是很丑恶 其实全世界任何国家 都有很多丑恶 当然有些国家比较丑恶 人也是 个个都丑恶 不过有些人比较丑恶 有些人比较丑恶 不过没有人比较丑恶 都是丑恶 任何国家都一样有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地方 只有在神里面 神里面 基督徒都不是个个完美的 其实个基督徒都不完美 不过有些接近完美 去到天堂我们才是完美的 在那里再没有任何的问题 天堂的圣结是很美的 所有人去过天堂 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被爱被接纳 这就是圣结 圣结是什么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污蔑 污蔑包括偏见 看小人都是罪 在天堂是没有任何的偏见 和看小人 任何人都是被看重的 所以圣结是很美的 我们告诉大家圣结是很美的 很多人的家庭是很多吵架 很多看小 很多负面的说话 所以在很多家庭里面 并不开心的 但是神里面是充满神的 爱神的接纳 神的圣结是非常美丽的 所以我很喜欢神 我也希望大家很喜欢神 我们喜欢神就活出神的样式 就是时时活在圣结里面 时时活在一种祝福人的心态 时时都是想对人好 时时都是关心人 这就是圣结 这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荣耀 而神的荣光是充满全地 我们看全世界所有的花草树木 所有的动物 都是看到神的创造的奇妙 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都是充满荣耀的 都是充满美善 神做的样样都是美的 我们信耶稣到现在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是非常美丽的 如果我们欣赏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啊你真是美丽 我听你的话 我遵从你 我活出你的样式 这个是美善的 这可以鼓励人去走神的路 譬如有些人的生命是怎样的 常常埋怨 低沉 人见到他都觉得悶 跟他相处觉得悶 没有人会真的喜欢他 虽然有人会爱他帮他 但不是真的喜欢他 因为他是不可爱的 因为他的生命是低沉烦恼 埋怨 常常是指责 说话口出的都是不好的 人就是活在这种状况 我们可以让他知道 你看看天堂多漂亮 我们其实可以越来越似耶稣 有平稳安静的心 有怜悯人的心 如果我们自己活出这样的榜样 我就告诉他 你看我这么平稳安静 是不是觉得很好啊 我们都可以这样的 他当然说 我经常被人骂 我当然不开心了 那我们就告诉他 被人骂 圣经说 不是一定要被人影响 因为耶稣帮助我 我必不具派 人能保护 我怎样呢 他拿不走你的礼物的 所以你可以天天都 深信神爱你 任何人对你说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放手的 不用放在心上 天天都赞美神 有神的彼乐平安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活出 神的荣耀和圣结 还有神的地方是很漂亮的 启示录21章4节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去这里 新天新地的情况 神要拆去贪民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22章3节 以后再没有咒作 真的好得不得了 在那里再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没有悲哀 哭号 疼痛 任何不好的都没有了 再没有任何咒作 在天堂是好得不得了 因为神就是圣热光明的 你想不想在今世都是这样呢 在今世都可以是这样的 自己活得平安喜乐 慢慢影响周围的人 要致他们生命都是有平安喜乐的 如果当中有些未结婚的 你未结婚的 你更加在一个选择配偶 一定要听从神的话 以至你的婚姻是蒙神喜悦 你的婚姻可以建立到一个 彼此相爱的婚姻 即是为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不是代表你要娶一个 或是嫁给一个 生命很多破口 让我慢慢影响他 结婚不是要来改变人的 结婚是真的两个人 二人成为一体一起去享受神的恩典 互相享受并且荣耀神的 如果你娶了一个 经常有很多问题 经常都低沉烦恼 我曾经认识有一个人 他就以为他可以帮一个忧屈的人 我跟他结婚 让他医治他 但结果他的生命被拖低了 因为婚姻不是要来改变对方 当我结婚之后 这个人就会有方法影响他 他就会可能埋怨 你又说爱我 你都不是经常爱我 你经常都不记得我 你有什么还没做 你有什么还没做 你要做什么 就令到他会很烦恼 但如果当这个人都是爱主 大家经常都欣赏 很重要是欣赏 不是说你没有做什么 经常都欣赏 互相鼓励 有些人做得好 他立刻称赞你 立刻跟你一起开心 互相提升 这样的时候 地就好像在天上 有些已经结婚了 你就尽量改变你的婚姻生活 但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 神为你预备 你不要 是人都要 你一定要神预备那个 并且是你自己又做神所吩咐的事 你又带领他做神所吩咐的事 这样的时候你的婚姻就会好 你的婚姻都可以接近天上 在婚姻里面不是经常流眼泪 不是就座 不是吵架 不是烦恼的 是更加平安气候 所以圣结是非常之美丽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我们怎样入这个完美的计划呢 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能够察现到神的善良纯存 可欺的旨 即是这个旨是怎样 是能入到的 是能入到的 大家一起说 我能入到神的完美计划 我能入到神的完美计划 是的 不要觉得能入不到 如果有人觉得能入不到 他自己在说一些谎话在他身上 甚至他是在奏作自己 我能入不到 我做不到 其实能入到的 我们信耶稣 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我信 是以为一个头脑的相信 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的 是整个生命放在耶稣的手中 被耶稣掌管 入到神的计划 这些人在神的计划 假设这条线 神的计划 你入到这条线 不是所有信耶稣都入到的 有些人信耶稣之后 又离婚又吵架又犯罪 甚至有些被人捉去坐牢 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不好的见证 这些人只是紧紧黏着神的拯救计划 但他本身一点都彰显不到神的荣美 但有些基督徒 他真的将生命献上 但这个属于少数 是属于少数 这些人其实是蒙福的 他真的生命有喜乐平安有力量 好像宋上节 43岁离世 但他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 到今天为止 都很多人受他影响 而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牧师 其实他的见证这个灵力习光 就是他的日记 其实在网上都可以下载到的 你可以买到这本书 记载他为那灵祈祷 他们真是经历神的能力很大 神的医治很大 他就是进入到神这个善良 纯全可以的旨意 当然他也不是完美的 他总是有人总是有不完美 我有我的不完美 但是他有很接近 很接近神完美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果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根深 就可以进入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很漂亮的 这个就是我们鼓励人 走在神的圣洁 譬如有个人 常常沉迷上网 沉迷打机 沉迷看电影 沉迷追女孩 或者常常认男孩 实际上太多人了 有时候有些人 因为向我求助的人有很多很多 有些就是沉迷在 就是一种 常常都是想着那个人 但是那个人其实又不是爱他 但是他的心就很受这个影响 只是梦想有一天跟这个人一起 但是那个人都不是爱他 那就是一个假的梦想 有些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他是痛苦的 但是当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我们的生命不再是痛苦 是能入到神完美计划 这个最好是想不想的 比如有个人他常常有很多问题 那你问他 你想不想继续是这样的 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开心一些呢 还是其实是痛苦呢 当他明白 其实神有最好的计划 你就入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蒙福的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知道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好了 一方面我们有恩典 也都有律法的提醒 律法的提醒 我们不是好像 找个徐者叮叮到他扁了 而是告诉他 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一起读一下 《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节 人若自杰 脱离悲战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讲到一个人洁净自己 脱离悲战的事 就必定能够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中间会用的一个器具 就是电脑 电脑当然有些人用得不好 但可以做得很好的 比如我自己的电脑 做了很多很多好的材料 好了 这个是好的器皿 右手边有什么器皿呢 是一个垃圾桶 不过是烂了的 真是很多人的生命 第一它是不尊贵 突然是烂了 是没有用的 是做不到事情的 这样的时候 他一生是什么呢 他一生是妇雷人 周围的人要承担他的责任 他有多惨 他没有钱 常常找家人帮他 常常都情绪问题 人制问题 做工总是不好的 其实这样做人是惨的 真是很惨的 我相信我大家都不想是这样做人 而是我们想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 是神很喜欢的 是荣耀神的 那什么人可以进入呢 就是自杰 脱离悲战的事 脱离一些不好的事 以及活出圣洁的生命 那时候你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美好的 所以走在圣洁的路是最好的 有些人说我很难圣洁 那怎样呢 就是说一有罪的意念 譬如怒人 立刻知道是不好的 留意到这个德性五部曲 那你看我本《轻生德性》 你可以看到这个德性五部曲 第一就是留意到我们有什么罪 第二它有破坏性 大家记不记得德性五部曲 第一就是留意 第二就是破坏性 第三 圣经怎么说 圣经吩咐是怎么做 第四 祈祷 求主赦免和得力 第五我选择 我就选择不要去怒他 因为我怒他 我是破坏自己 我选择不要想起一些污蔚的东西 因为污蔚的东西会破坏我自己 我选择不要自卑 因为自卑会破坏我的生命 我选择相信神 大恩大爱 我走神的路 就是我们可以用正面去提醒他 但我们都可以告诉他 你可以成为一个不贵重的器皿 甚至一个破坏的器皿 是无用的器皿 一生只是很多问题 当然看个人 如果个人已经有病到贪贪腰 人际关系又不好 经济又困难 那你就不要告诉他 你现在破坏的器皿 他就已经很伤心 那我们就告诉他 你听神话 神可以逐步修复你的生命 修复你的生命 起码你活得平安、轻散 他说我很难轻散 我现在这么惨 那你感谢神 神一定为你开努你 感谢神的心都平安、喜乐 其实有很多人很惨 他是不是完全绝老 又不是的 他有些方法 可能也有吃有住 不过他做人做得很绝望 很无盼望 第一他亲近神 他可以有力量 他有力量的时候 他或者可以将来做到功 或者如何改善他自己的生命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求主帮我们 我们自己追求圣结 和活出神的计划 那就不要进入这些状况了 加勒泰说六章八节 信若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就是信若情欲信若罪杀种 一定收败坏 整个生命只会拆毁 还有犯罪 不要再犯罪了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是会更加厉害的 这些是警告了 首先这个经文 和这个经文 信若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 这些是警告提醒 但是警告提醒 我们都不需要用很强硬的字眼 好了 第三我们今次讲到 就是激励人侍奉神 侍奉神真的是神喜悦 又祝福别人 又祝福自己 是非常好的 我的心就是很想训练多些人侍奉 我希望大家都喜欢 我很想能够进入侍奉 进入侍奉不一定有个崗位 而是你见到什么人 你都要荣耀他 荣耀神的意思 荣耀神的时候 你就是侍奉了 马可九章四十二一节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你都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解释到 给一杯水不是给任何人的 而是给属于耶稣的人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你为了传福音 而做在一个人身上 向他传福音 而不是普通做善事 有些人以为 我每次见到乞丐 我就给钱他 这个就是一杯凉水 其实未必的 不过如果你给乞丐的时候 你同时会传福音 那你就是了 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因为 你想他信耶稣 那你就做在耶稣身上 那你就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耶稣 那么少的东西都欢喜 何况我们为耶稣 建立生命 神更加欢喜 所以基督徒 当你整日亲近神 整日经历神的作为 那么你自然的生命 就会有力量有喜乐 你看到人就会想分享 你看到我整日都想跟人分享 因为为什么呢 我真的整日都经历神 我每天都有神的喜乐 所以我每天都会告诉人 神多好 有谁跟我接触 我总是会关心他 了解他的情况 去激励他 而又真的人家会改变 于是我就会 有机会做在更多人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 还有呢 临前三章八节 灾众和囂观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我们每一个人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不是照你的牧师的功夫 不是照你的丈夫太太的功夫 是你自己 你怎样做在基督徒身上 怎样名越主的 这些就是将来你得的赏赐 如果要用金银补石 金银补石代表什么呢 是真心 单纯的心 荣耀神的心 宠儿当然是什么呢 是自私的 为了荣耀自己 要赏赐给人看的 有不良动机的 这样就会显露出来了 将来有火 发现要试验那个工程 如果那个工程能够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你做的是真的想祝福人 神就会纪念 神就会赏赐 有些人说 我得的赏赐都是很小的 但圣经说是什么呢 因为先知的名字 就是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你做不到先知 你做不到牧师 你做到牧师身上 你得牧师的赏赐 我不是叫你做多一点在我身上 神就告诉我 你不是先知 你做到先知身上 就得先知的赏赐 你找不到先知 找个异人 因为异人的名 接待异人的必得异人所得的赏赐 然后你找异人都找不到 就找个小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吸着小子里的一个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你总是找机会 去建立基督徒 去激励他 提升他 激励不是丰富他做什么 而是去欣赏他 告诉他神多好 以至他的生命地提升 神就会喜悦 下面有个图 金银堡石是永远的 你说耶稣所做真心的 是永远的 是不是很划算 是永远的 在亿亿亿亿亿万年之后 你曾经帮了一个人 当然你不要停留在帮一个人 你曾经帮了一个人 这个作工之后 会随着你一直到永远 过了亿亿亿万年之后 依然被纪念 永远的赏赐 是真的很划算的 另外有些就是 宠和和家就会烧去 好像苹果生小虫 他生命是很多问题的 还有耶稣很清楚说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服侍主的人 就跟从耶稣 跟耶稣的亲密关系 耶稣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跟祂在一起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扶必尊重他 神尊重你 你一定蒙福的 你一定整个生命蒙福的 所以我们服侍神 是最好的事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心 今天所讲到三样东西 一样就是 处理生命 大家会不会有动力处理生命呢 第一 我真的要清理一些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不开心 烦恼 罪 任何都处理 然后就对付罪和活在圣结 就是我生命中有任何不干净的地方 求主帮我处理 第三就是服侍神 去荣耀神 我们三次就讲到这个激励人 这个包括激励别人 亦都包括激励你自己 你会回去激励你自己 都去跟从神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一起起床祈祷 听说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一位欣赏我们的神 你必然纪念我们所有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必然祝福听你说的人 主求你帮助我们 处理生命 清理生命中的垃圾 还有活在神的圣结里面 处理生命所有的罪 所有不好的事 所有负面我们都放下 然后我们愿意进入神的服侍 一步一步被主提升 求主私恩帮助我们 不要只是看着自己的问题 有些人只是看自己的问题 他们的生命不得到提升 但当我们经常看着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会提升 我们为主做任何小事 神都提升我们的 求主激励我们 有这个心 愿意的心 求主使用我们 如果你愿意的 让神使用你就 举高手向神 你说 神 我愿意 你可以与神说 我愿意 如何让神使用 我愿意 如何将我的生命献给主 求主使用我的生命 你与神说 耶稣我愿意 我愿意 如何发挥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有什么地方可以给神使用的 求主带领祝福 多谢天父 求主私恩祝福 联盟 哈利路亚 神啊 你是一定 喜悦那些服侍你的人的 当我们开始服侍 我们发觉有喜乐的 当我们帮到个人 我们有喜乐的 虽然有时候有些人拒绝 但我们继续努力 神一定喜悦的 刀剑局 刀剑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